好了 我們都要講講 除了說什麼之外 我們現在播一段片 大家先留意不見了 好 先回到 這一個是call for van 如果大家的路有記就知道 call for van 當然是自己有的 不用講的 這麼多年以來 由2019年開始 我們現在就不講那些什麼顏色了 希望各位朋友如果真的要用貨車 包括剛剛說 追星原來都可以call他們 移民 什麼寵物 都記住去打這個電話 我們再播一次剛才那個劇圖 還是274 什麼4444 還有其實我會做的 因為他已經發了個QR code給我們 OK 提示多少個電話 27幾 好了 大家可以WhatsApp去打電話去 當然更方便就是用那個QR code 真是要支持一下 為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啤梨頻道 啤梨馬姆娜這個call for van 277 244444 很容易記了 277 耳媽7 5.4 5.4 大家現在可以CAP圖 再不是的 就立即拿電話出來 scan scan這個call for van 那個C4V的QR code 都可以立即找到他們 先購買了 先購買了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隨時找他們幫忙 好了 OK 費用一點不貴 尤其是現在很多網友有時候說 那個什麼東西 上了市之後很混蛋 什麼什麼那些 那些 那就不找回call for van 對這些C4V好呢 真的好 最緊要我跟大家說 他是自己有利的 你就不用勞氣了 OK 好了 我們先回來 這是很重要的 或者我們繼續用他剛才的畫面 要先用個back job 為什麼呢 他是我們啤梨頻道開業以來 第一個 我們的收費廣告 就是call for van 好 之前我們很多廣告 那些人說啤梨廣告 當然多了 我都沒有收錢 沒有錢收的 當然多了 我找些東西用來賺一下場面 不要說多少錢 我們是收費廉宜的 有需要可以聯絡我們 66982429 小弟的電話 但是呢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收費廣告 那為了我們收錢 當然希望他生意滔滔 希望各位在網上支持一下 自己有call for van 如果大家在Facebook有add了call for van 他們的post 都應該知道他們的立場 起碼跟我們相近先 但是現在我們不說那些 我們是香港人 這個好 先回來 而這個呢 亦都是這個廣告 製作這個廣告的朋友 亦都是為了製作這個廣告 他什麽電腦都不懂的 他就參加了我們第一期的初階班 好 參加完之後 他就用AI做了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你不是說是不是很好 或者很差 挺好的 OK 他們想怎樣 所以我說 好了 我們再去 貓山蒙月餅 快 只剩幾十盒了 我這麽快 現在再十成兩三個星期 我們始終都 三百四十八元 好 再去 好了 黑漆就二百五十八 好了 卵鶴膜都要講一下 雖然我經常不講它 但仍然是受銷量那麽堅抽的 那卵鶴膜費放什麽 其實都沒有心機講的 其實就真的很多東西 簡單的講就是 強化關節和美顏 OK 好 五百九十九元 買個六瓶就五百三 五百二十九好像 OK 即是每支 好了 接著 這一個呢 來不來看看大家 Hail Origin OK 一萬三千八百元 當然一樣有九折 應該沒什麽地方便宜得過我們 這一個呢 就是只要堅持 每日洗澡十分鐘 我們很多網友 阿正我們不是很覺 那些網友就覺得 其實呢 效果真的非常好 如果 喂 洗得起錢的 真是好 你去直發 自己生出來的 OK 好 再去 最後了 這個洗頭水 不想花這麽多錢 就花少些 買了六百八十八元的洗頭水 有少少貴 現在又給你們一個星期 六百八十八元一瓶 買二信一 即是一千三百七十六元 有三瓶 那我也四百多元一瓶 那首快有 就首萬五好 OK 好 先回來 我們不要休息 各位網友 其實我們生意 就托賴 大家都是差的 你問我有 但我真的想提醒大家 想到來 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同事 介紹那個冰鎮鮑魚 不是冰鎮鮑魚 你問我 真的狂心 即是清酒鮑魚 那些網友都在想 我明白的 成兩三個水 二百多十八元一隻鮑魚 好像有點貴 但其實你一吃過 阿正你吃過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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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我也是這樣說 有人說酒太濃 酒味 有人說酒味太淡 個人口味 但鮑魚本身的質感很好 真的不是一般街邊的東西 那些鮑魚我賺了幾十元 為什麽我都要試做 我明明不賣乾包 為什麽要回頭 真的很好吃 就是這麽簡單 大家要試一下 不要放過 好了 最後我介紹這個產品 我還未賣 我覺得我很快會賣 但會不會用這個產品呢 我都不知道 我想自己用 但我真的怕 我唯一的最大樂趣就是吃東西 這個產品 據說 很好賣 它真的令到你 吃 我胃口大小 小很多 很多類似的產品 都是這個效果 但這個在市場上 都很久了 可能有些網友在吃 我現在問營養師 這個產品 究竟跟我打開那支針 就是控制胰島素 控制胰島病那支針 是否差不多 還是道理是怎樣 我等著它回覆我 它這個我不會讀 叫Slender Slenderis 我硬讀而已 Slenderis 但它很有趣 我玩那個食字 它叫Drop to Drop D-R-O-P Drop to Drop 為什麽我玩食字 玩得好 因為是一個滴劑 Drop 一滴東西 Dry 滴眼藥水 滴眼藥水 Drop 一滴東西 To Drop 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降低了 其實是什麽呢 它這個東西 是你在吃飯前 十分鐘左右 吃東西前 你 它有一支管 有一個量的 滴兩三滴到 兩三滴下去 在舵底 含著它 大約十多秒 吞下去 跟著 因為十分鐘前 你去吃東西 是很明顯地 你的食量 會少一半或以上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不是新產品 買了很久 但這些東西買這麽久都好 是沒有減過價 因爲什麽呢 它沒有買 因爲什麽 因為十八天跟我交易開很久 我是這樣說 你有什麽東西賣 你不如買這隻 我懶得介紹你 他說爲什麽可以介紹我 因爲我有類似的產品 好像阿尤貝拉 我怎麽都有類似的產品 然後我就上網看 你知道有很多群組 看用家介紹這隻東西 效果是非常之麽大 那爲什麽我說 我在考慮用不用呢 那如果我吃了一半 那麽就很難不去 因爲我最喜歡吃東西 那你真是吃不下 所以我都還在想 哇 真是人生樂趣來的 這個是drug to drop 那公價的 一千四百元 那當然 我給你頻道 就是我做自己的事 我不管外面 總之買九千五元 就有九折 外面就沒有 那如果我買一個這個 買多一件東西 那是不是有九折 是的 那如果大家想試一下 那28天的份量 drug to drop 叫做蕭之二 另外 我們不會去刻意強調的 其實他亦都對於控制 你的胰島素 即糖尿病人 是非常有效果的 那大家如果有這個需要 可以試一下的 不過我未有科 我未有科 我到現在都是想自己試一下 好了 好了